国三北上路段189 1K今天下午3点多发生连结车撞上轿车的车祸 小客车驾驶被救出时已不幸身亡 同车的妻子和女因伤重 一度没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无效 一家三口都死亡 连结车激烈碰撞后 车上刚让七横八树掉落路道影响难 被商向车道回堵十多公里 事故路段位在台中市龙景乡 靠近汉美交流道 乌日分队出动一辆消防车 一辆救护车 彰化县消防局出动三辆救灾 护车三辆 总计14名消防救难人员 抵达现场先把撞击压轿车的连结车离开 再破坏变形的轿车车体 拉出驾驶人一家三口 消防人员表示 男性驾驶人头颅破裂 当场死亡 她的妻女没生命迹象 送台中光田医院全力抢救 警方初步研判 车祸发生原因疑似 重车轮胎爆胎 失速与轿车擦撞 真正照获原因 人带深入调查 光田医院近五点发布讯息 女婴到院时无呼吸心跳 脑部外伤严重 颅骨破裂 脑组织外溢明显死亡 妇人到院时无呼吸心跳 额部颅骨穿刺伤 脑组织外溢 经急救无效 郭三北上龙井汉美路段发生车祸 连结车压上轿车 脱汉美消防分队提供 分享郭三北上龙井汉美路段发生车祸 消防救难人员破坏车体 拉出驾驶人一家三口 脱汉美消防分队提供 分享郭三北上龙井汉美路段发生车祸 消防人员抢救伤患 脱汉美消防分队提供 分享郭三北上龙井汉美路段发生车祸 消防救难人员破坏轿车体 揪人脱汉美消防分队提供 分享郭三北上龙井汉美路段发生车祸 消防人员全力抢救 脱汉美消防分队提供 分享